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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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滚 傻逼 过来过来过来 你看这就是我家 我呢对你啊也没别的要求 只希望啊咱们结婚以后啊 你给我生孩子就行了 你也知道我妈妈急着抱孙子 行啊 这怎么回事啊 第一个生不出来 这第二个怎么还还不上啊 怎么回事啊 没头 没头 没头你出来一下 我说你怎么回事啊 就结婚一年了 你这肚子怎么没动你啊 怎么回事啊 小陈 生不出孩子 你也不能传怪到我身上啊 这是两个人的事情啊 你说什么呢 什么两个人的事情啊 生孩子就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啊 怎么怪我身上啊 还怨我啊 小陈啊小陈啊 你从来不考虑一下自己的原因吗 第一个媳妇的被你赶跑了 现在就把责任推到我身上 我告诉你生不出孩子就是你的问题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你知道吗 既然你生不了孩子 咱们离生吧 你赶紧滚吧 滚啊 这孩子快真给生不了 生不了 我去找别人啊 生不了 两个人都不下蛋 小陈啊 慢一点 你想吃什么就跟我说 我给你做啊 多走走 对心里也好 我妈又给我介绍对象 看看去 这不是翠花吗 你这肚子怎么回事啊 你不是不能怀孕吗 怎么怀孕了呀 老公啊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个呀 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前夫 他就是那个前夫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原来就是他呀 你笑什么呀 说话 我问你 你跟着我的时候不能怀孕 怎么一跟他就怀孕了呀 怎么回事啊 唉 我呀 走后我听说你又娶个媳妇 我告诉你 就你这出啊 你娶十个八个一百个 你呀 都不会怀孕 不是因为你 有毛病 而是 你呀 太幼子 哎 还以为拉拉手就回孕了 哎 哎呦 我的大兄弟啊 你怎么活这么大的 那脑子里装的是啥呀 大便啊 哎呦 我去 现在怎么还有这种人啊 咱们呀 夫妻一成 我呀 就奉劝你几句话 嗯 多请教请教啊 你老妈 多 妈妈 多看看小视频啥的 跟你说 说不明白 兄弟 自己想想吧 成年人了 走 咱们走 哎 哎 说这话什么意思 行 不管了 先向冷静再说 什么玩意儿啊 哎 哎 这这这这转了半天 没想到是我的问题啊 哎 哎 对了 这个啊 还没离婚 干嘛请回来吧 这都是我的问题 不能怪他呀 哎 赶紧 小陈 江小陈 怎么了 什么事啊 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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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个月挣 那几个钱 你不能找一个 公司高的吗 小花 你不知道 现在工作 现在找工作 已经很不容易了 我上哪儿 再找公司高的呀 那人家大老板 怎么当上的 人家怎么挣那么多钱 同样是两个腿 一个肚子 人家怎么那么有能耐呀 你自己挣不到钱 别给我找借口 我告诉你 以后啊 给我多挣点钱 多挣点钱啊 小花 你再等一段时间 行不行 等以后 我把这个公司的那个 工作 还等一段时间 我相信你说的话呀 我还不相信 那母猪能上树呢 等你 等你 我黄花菜不都凉了吗 女人的青春 就他妈这几年 那你想怎么做 你先说吧 穷鬼 窝囊费 没用 我现在事情啊 但以后肯定会有钱的呀 你等我几年怎么了 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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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句话我都听八百遍了 离婚吗咱俩 为什么要离婚啊 我们不是过得挺好吗 再说了 也不缺你吃的 不缺你穿的呀 为什么要离婚啊 不缺我吃 你就让我吃这个呀你 不缺我穿 我穿的都是地点货啊 人家都穿名牌 用好的 你给了我什么呀 我告诉你 你给不了我想要的 我想要的生活 你给不了 你给不了 没关系 咱俩离婚 我去外面找 那给我想要生活的人 那行 你既然想离婚 那咱又离吧 反正我也给不了你什么幸福 我能费 我能费 我这次回来啊 就是想把你接到城里住 就是别在这乡下住了 你看这房子破的根本就不能住人 你就跟我去城里住吧行不行 小陈 妈也知道你是好意 但是妈在这老房子都住习惯了 不想去县城住 还有个事啊 就是你看你老大不小了 这翠花也走了几年了 你也该找个媳妇的 我打算在干几年之后再找个媳妇 你也知道现在找个媳妇啊 都是要钱要车要房什么的 所以我打算再干几年 存点钱之后再娶个媳妇 媳妇这个事啊咱先不要讨论 这样你跟我去城里住吧 你在这城里你在这住了我也照顾不到你啊 再说了去到城里啊我可以照顾你啊 对不对 没事 妈这不是还没老呢 这好胳膊好嘴还能动 妈在在家住了挺好的 挣个菜喂个鸡啥的 你怎么不听我劝啊 你跟我去吧行不行 儿子啊 妈知道你挣钱不容易 帮她钱攒着吧 将她娶个好媳妇 妈就放心了 你说你钱给翠花吧 你俩也没有太大的矛盾 竟然因为咱家穷 所以她才走呢 哎 你说你俩要是不离婚 现在我都抱孙子了 她跟我离婚 还不是因为咱们家穷啊 所以我现在还努力挣钱 以后娶个媳妇 不嫌疑咱们家穷啊 能给咱生个孙子就行了吗 唉 好了 别说这事了 既然你今天回来就在家吃饭 啊 谢谢再走 行吧 来儿子见我 小陈 妈 你怎么来了 小陈 自从离开你之后 我是找了个有钱的人嫁了 他有钱是不嫁 他在外面啊 老是喝酒打牌 喝完酒啊 就找我出去 打我骂我 小陈 现在我也被扫地租门了 我忘不了你啊 咱们还能回到从前吗 那你能怨谁啊 还不是你自己就自取啊 再说了 当初离婚是因为什么呀 不是因为我没钱吗 我现在是挣哪儿的钱啊 我告诉你我们两个是不可能的 赶紧走吧 小陈 撒开 听话 他起来 妈 别扶他 小陈 儿子你这干啥呢 这儿 我真的做了 我以后给那小夫叫死 我再也不贤贫爱护了 好了 儿子 你看他都已经变成这样了 都知道教训了 你就别再怪他了 他也不容易 以前咱家穷 也没让他过上好日子 我现在就去做饭 打草味 儿子 你说你这么多年 你也忘不了他 你说妈劝你几次吧 让你再娶一个 你就说忙 没钱 妈明白 你心里啊 一直都有翠花 刚好这翠花回来了 你现在也有钱了 你俩好好过日子 妈说的对 妈 你说什么呢 再说了 他能要吗 就知道咸皮爱腹 现在 那个人没钱 回来跟我和好 怎么可能 儿子 你就是嘴巴硬 少说两句了 翠花都知道错了 来翠花 回屋啊 回来吧